蜗牛看西游第169期文 亚细葫芦儿,孙悟空最自豪的就是这头了,大闹天宫时,刀砍不掉,雷劈不伤,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伸出猴头来,像范大厨师一样招呼,砍两刀,由衷你就砍两刀,猪八戒试了一次,九尺钉把柱下去火星刺剑,爱马,这哪是肉头,分明是金刚石, 然而,这么硬的金刚石,却被紧箍圈像面团一样随意箍大箍小,可见这声控密码锁有多厉害,那么,控制紧箍圈的密码究竟是什么,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威力,有无破解之法松箍咒,相信很多人想弄得明白,二万能的网上有很多答案,密码一,猴子头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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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重复恩便,密码二,扣钱加班,老板不是人扣钱加班,老板不是人,念恩便,密码三,欠老子的钱你码啥时,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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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恩便,当然,以上都不靠谱, 如果唐僧这样念,可能贤兔血身亡了,如来情了也得气死,张极亮慧周星驰也曾破解过紧箍咒,给出的答案是二哥三百诗,孩子,孩子,为何你这么坏欺负,欺骗,为何你做出来学会做好小孩, 相亲相爱关怀就在心中,充满色彩乖乖,你快回来我怀宝,一直为你打开乖乖,用真心悔改你永远,是我最爱的小孩乖乖,你快回来要努力,学习为了未来回头,做孝顺的小孩乖本来人性都是善良, 像小孩放在电影里,搞搞笑可以,教育妖怪也可以,如果唐僧这样念,如来气死又会气活过来,吴承恩的棺材板,十个人都问不住,三蜗牛解读西游,喜欢从原著中来,回到现实生活中去,所以,我们还是先翻翻原著,看如来怎么说,在原著第八回,如来给观音交代了取经弱, 莫甘世相后,拿出三个孤儿,帝与菩萨岛,此宝换作锦孤儿,虽是一样三个,但只是用各不同,我有今紧静的咒语三篇,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,你须使劝他许好,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,他若不服使唤,可将此孤儿与他带在头上,自然见肉身分,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,眼障头头, 脑门揭裂,管叫他入我门来,我们再来看,观音是如何给唐僧转述的,东边不远,就是我家,想必往我家去了,我那里还有一片咒语,换作定心真言,又名做锦孤儿咒,你可暗暗地念书,牢记心头,再莫泄露一人知道,我去赶上他,叫他还来跟你, 你,你却将此衣帽与他穿戴,他若不服你使唤,你就默念此咒,他再不敢行凶,也再不敢去了,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,这锦孤儿咒实际叫定心真言, 相当于后世的布,娃娃诅咒和今天的网络攻击贴,四锦孤咒不是用来套头的吗,怎么叫定心真言呢?我们继续看原著,第七回,如来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,但孙悟空还可以爬出来,眼看就要山倒后出,众神都吓尿了, 如来却打着宝格说,不妨,不妨,然后从袖中取出一张帖子,上游六个烫金大字,长马那巴米吼地语阿诺,叫贴在那山顶上,阿诺骑着共享云丹车,像外卖哥一样举着帖子,出了南天门,到了五行山顶,一使劲,将帖子准确地扔在山顶四方石上,那座山立即生根合放, 孙悟空脑袋和两只手在外面,身子却动不了了,这帖子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? 有人说,上面写的是,板就要把你哄,这当然是扯淡,窝牛在往期文章中说过,他其实是观音的六字真言,也称观音大使心众,六字真言的最厉害之处,是能关闭六道生死之门,五行皆困,六门皆关, 孙悟空的法地自然,被封印,心门被锁,他如何能逃得出五行山? 因此,有人猜测,这锦箍咒就是六字真言的延伸,六字大明珠本身也是安娜,喉三字的扩展,表面上是箍他的头,实际上是咒他的心,当心被咒,自然感到头疼,在西游记中, 孙悟空被称为心源,锦箍咒和上面的六字真言,统统称为心咒,由此可见,这是专为猴子量身打造的核武器,孙悟空能逃脱才怪了, 古不仅现代人在探索锦箍咒怎么念,古人也在努力破解这个密码,其实,被锦箍咒所困扰的,并非只有孙悟空一人,从上文可看出,如来是交给了观音三个孤儿,虽然都叫锦箍儿,但名字却各不同,分别对应金、锦、锦三个密码,套孙悟空脑袋的,是锦箍咒, 而锦箍咒,给了红孩享用,锦箍咒给了黑熊经过也,如来为何要给三个锦箍儿呢?分别又代表何寓意,锦箍咒叫定心真言,请,君子已私不出其位,后来论语宪问篇,有更一句更著名的话,不在其位,不谋习正,什么意思呢?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,你的身份决定的你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,不要越位,很显然,汪道仁虽然身在道观,却是个老司机,他对锦箍咒的点评,是很到位的,我们可回忆一下,唐僧有哪几次念了锦箍咒? 是在什么情况下念了锦箍咒?第一次,是三打白骨经过程中,唐僧共念了两回,其原因大家都知道,孙悟空不仅善作主张,打杀白骨经变得凡人,还讽刺唐僧看上了村姑,肉眼凡胎睁眼下,在孙悟空被念,真的怪白骨经吗? 一文中,我牛就给大家分析过,第一次,唐僧的确是没看出村姑是白骨经变的,但后来看出来了,为何还要念锦箍咒呢?其实是批评孙悟空越位,完全不听招呼,损害了师父的尊严,第二次,是真假美猴王风波浅,这次同三打白骨经类似,但孙悟空更过分的是,唐僧让他给阳僧, 养老头留个后,毕竟养老头晚上收留了他们,还亲自开口求情,可孙悟空不仅把养老头儿子打死了,还把头提来扔到唐僧面前,这就是赤裸裸的藐视权威了,唐僧不念死他才怪,其他的几次,皆是因孙悟空不听话,唐僧才启用这个大杀器,除此之外,一般也是不用的, 刚出学校的年轻人,往往对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十分反感,认为这是偷懒的表现,因此特别喜欢点评领导,觉得他们是站着毛坑不拉时,背后点评倒也罢了,有的喜欢当面叫板,对领导安排的工作,总有一百个不同看法, 然而领导真的让他放手去做,却处处冒泡出问题,可上级追责时,又有一百条客观里为自己开拓,不在其位,不谋其正,指的是不站在对方领导的位置思考问题,怎么知道他做得不对,你没有经历过他的人生,有什么资格评判他的人生? 我嘛,一般看三打白骨精,都认唐僧昏庸冤枉好人,可事实上,唐僧怪的,绝不是孙悟空打杀妖怪,而是讽刺领导和不遵守规矩,试想,如果你是唐僧,面对这样一个我行我素的下属,你会不会念锦箍咒呢? 如果你不念,说不定明天,他就把曲经队伍搞散了,把团队宗旨搞变位了,曲经最后成了一个笑话,他为何胆大愿意胡搞,因为他不用承担责任,队伍散了顶多拍拍屁股走人,而作为领导,不管谁的问题,责任都得第一个抗,因此,有时给下属念念锦箍咒, 不仅是让他走上正轨,也是让团队走上正轨,词不长兵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,对我们个人而言,有人时不时给你念念锦箍咒,不是害你而是帮助你,有时多一个正直的对手,比多一个伪善的朋友更重要,因为他可以逼着你成长,不信,我们可以翻看一下江戈案中的陈世锋人生经历, 如果时不时有人在他耳边念念锦箍咒,他不会走上杀人这条路,如果时不时有人在流行耳边念念道德的锦箍咒,相信他不会像今天这样冷漠,正如人们常说的,你不自己教育好孩子,这个世界就会狠狠教育他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